之前的小潔對戰趙晏來是吞下了三連敗 看看能不能夠在今天開湖 一開始囉 佳永傑先來發球 中遠台的實力球還是難喊選手優於我們 這個是不得不承認的 但是你要如何往他的反首位去數 反首凝起來 招人來拿到了第二分 又是一個幸運球 打到了第三連了 看得出來今天拿湖隊的球運 是不是稍微好了一點 比較多這樣的插網插邊球 都讓他們拿到分數 好球 剛剛趙晏來想要變直線但是摩擦 稍稍少少了一點點 1比3 互相的白短 結果小潔這球掛網了 1比4 到目前為止還是趙晏來 比較佔上風 還是沒有能夠送進 進入到1比5的路後 1比5 2比5 1比5 1比5 2比4 1比6 1比5 第一局 開除了一個6比1 不過突然的 發球失誤 對 謝謝喔 看看佳鴻姐能不能 藉由這顆球 來回開一下 改變一下場上的氣勢 是 這位來剛剛在補完的時候可以放慢 放慢擊球點 然後突然性的 往佳鴻姐反手拉一把 對 今天的開局趙英來的正手發揮 仍然是相當穩定 先拉起來 這球有點勉強了 原來佳鴻姐也拿到了第三分 現在反手相持 好球 再腰了一分回來 佳鴻姐在反手相持的時候 還是要 壓在台前 然後盡可能的先往 趙英來的中路先變線 出網 要由趙英來來重發 好 7-4 偏高了 又一個插網 怎麼那麼多 對 對 佳鴻姐這一分 也已經等在後面 準備要正手的對拉了 結果 又是被球網改變了 球的路徑 現在差距回到4分 好球 好球 第一時間在進台的處理 讓趙英來不及一位 而且剛剛佳鴻姐正手挑了一個 有點帶下旋的球 這個就是運用 球第一時間的彈跳 再加上球 借到球的力量 馬上送過去 好球 好球 這擺一端找到機會 側身馬上 給一個大角度 這樣子的氣勢慢慢打起來了 現在追到了6比8 哎呀呀呀呀呀呀 這反正擰的時間點有點太晚了 可惜了 等到球已經往自己的身體衝的時候 再來 出力也已經來不及了 是 擺高了擺高了 各位觀眾朋友看到 韓國選手在補板 那個質量是非常非常強的 比數現在來到了10比6 儘管剛剛曾經追到6比8 但是接下來的2分 又被招來給奪走 面臨到對手的4個局點 超級 發球先搶回了1分 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連續的進攻 再追1分 再追1分 先取得上手的機會喔 8比10 面臨趙雲來的兩個發球 哇 想要用反手來拚中線喔 很可惜沒有拉近 第一組的比賽是由南韓選手 趙雲來獲勝 比數是11比8 現在呢 江洪捷在比賽的第三點 暫時處於一局的落後 暫時處於一局的落後 現在江洪捷在比賽的第三點 暫時處於一局的落後 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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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應該選擇 帥氣 我們會選擇 在這時期間 我會選擇 雲 比賽的現場 趙雲來跟江洪傑在中華南韓的八強戰上 第三點正面對決 第一局的比賽由趙雲來先拿下了第一局 小潔在剛剛休息的時候有沒有找到一些對付趙雲來的方法 其實這場比賽就是如何把握自己基本功 如何把握自己主動的去變現 然後在短球如何先比對手先上手 其實這個也沒什麼戰術可言 先上手的地方就比較有利 畢竟我國江洪傑跟趙雲來的實力 尤其基本功而且球型差不多 所以就是看臨場的表現如何掌握先上手的機會 高球開了一個3比0不錯的開始 就是找到機會先拉起來 哎呀這個球出手是有點猶豫的 稍微拌了一點點 對最好打一點稍微過了一點 啊偏高了哎呀算撿到撿到 對趙雲來出現了失誤也讓小潔拿到第四分 想要直接拚板直線 其實真是有點太過著急了 我想場上兩位選手也都知道自己這一點現在 對於這場比賽來說會造成相當重要的影響 是 所以一定都承受了不小的壓力 這點是最重要的 第三點 現在在場邊 中國隊的選手 跟教練也都一起在研究 沒錯 我們 台北隊跟 南韓隊的大戰 因為我們同處於前表的上半部喔 所以這場比賽的 獲勝的球隊呢 在下一輪 也就是四強戰了 就要碰到中國隊 中國隊 來到今年的東京市井賽 仍然是展現了 超人一般的實力喔 打到目前為止 包括了南韓跟女團 都還沒有輸過任何一點 太快了 非常有突然性的一擊 沒關係喔 趙傑現在還有這三分的領先 想辦法找到主動 行程對拉 主動變現 好球 打穿了張宥乃的空檔 這個就是我賽前講的 行程對拉的時候 教皇姐一定要找到機會 主動先變到 張宥乃的反手耶 這一分從慢動作看得出來 張宥乃已經往他的正手移位了 是 7比3 排高了 好球 打到身體了 所以 非常有經驗的 張宥乃馬上就 示意 也是讓主持人 知道 對 發太高了 直接被 趙昀來了 反拍發力 拿到第4分 周圍 啊 偷長球 好球喔 小傑的反應夠快啊 是 有點縮著手打 還是把球給送回去 9比4 白短 先挑起來 好球 這場比賽就是在比這個 誰能夠先主動 對 誰控制住了之後能夠先上手 第一局是趙英來先站的上風 現在第二局 看得出來小潔已經慢慢找到一些時機了 是 慢慢找到屬於他自己的勝利方程式 10比5 還有一發的機會 好球 又是X王 到底要多少 對 從低點打到第三點 真的這樣的畫面有點看膩了 希望不要再出現了 答案隊又是一個幸運得分 現在把比分追成了6比10 似乎發球先觸網了 所以主持人要求趙英來重發 換我們還他一個了 對 插邊 張宏傑 以11比6 拿下了比賽的第二局 目前在第三點 中華隊跟南韓隊 1比1 打成了平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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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欢迎回到比赛的现场 2014年东京世界锦标赛 来到八强阶段 中华队再度碰到南韩队 在第三年的比赛 现在江峰杰跟赵燕来 赞成1比1的平手 也正如 球评周冬英所提到的 其实在前面两节比赛 就看看谁先能够上手 取得主动权了 就能够比较占有上风 是 其实江峰杰的短球很好 所以在处理短球 他能摆得住的情况下 看到赵燕来在回摆的时候 下一板球就可以主动先调起来 最重要的是不要跟着对手的节奏走 是 1比1 对这个球就可以先上手了 好球 非常漂亮 现在看小杰的表情也比较放松一些 是 江峰杰的短球真的比赛燕来 真的算 应该算赢两颗 应该有这种差距 对 所以就是在前面几板 如果能够先争取到 主动权的话 那接下来后面的发展会比较好打 是 好球 才有机会 马上阵友先调起来调一个直线 3比 还手 就是让赵燕来拿下的分数 两个人在今年的卡达公开赛 两个人在今年的卡达公开赛 南丹的第一轮也曾经交过手 当时赵燕来是以4比2获胜 哎呀可惜可惜 上一板 好不容易拉出一个 大脚 但是 脚成非常快的赵燕来 马上就救了回来 你看到苗头不对 赵燕来是很快的往后退 是 3比3 来到平手的局面 韩国队的脚步真的是 算是 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以前他们比较老式的练法 甚至是 两张球桌 并在一起练 就是要让你习惯更大的 那个 跑道的距离 是 现在中华台北队 庄志雄教练 对江洪杰 比出暂停的手势 原本在这一局的一开始 小杰还能够取得领先 如果 随着比赛主任来到中半段 被教练来 有点 打得 乱的正脚 所以中华教练也赶快喊出暂停 第三局 就先把这个暂停给用掉 也是出现在比较早的时机 是 这次 这个比赛 比赛 几乎都喊得很早 对 对 算是每个 因为毕竟是团体赛嘛 每一点都很重要 而且 大家都想要一面倒的情况下去 压制对手 所以自然而然 暂停就会喊得比较早 对 因为团体赛 以上的五点制 每一点五局三胜 所以比赛是非常紧凑的 跟这种个人赛 七局四胜 还是有的一定程度的落差 是 是 没有办法想办法把这个战线拉得太长 必须要在 越早决出胜负越好 是 没错 再领回来 乔总捷一分落后 要来接赵运来的发球 有点危险 领的稍微高了一点 是 我这分算是赵运来没有把握住机会 4米4 4米4 出王啊 出王 重发 啊 摆高 哎呀 可惜可惜 没有跟到啊 也是浪费掉了一个机会 有点 箱子 好球 我们也送他们一个 插边球 5比5 第三局的比赛来到了中半段 双方又一次的达成平手 预赛两个人是打满的五局才分出胜负 赵运来以稍微的差距获胜 好球先调起来 好球主动 变现了 好球 来到中路的这一板 让赵运来 跟不上了 是 打得非常的主动 接发球就直接就先调起来 下一板反手加压马上测身 赵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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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手拧 对出就好 对出就好 对出不下去 要被赵运来找到的空隙 往 小杰的正手推 小潔在反手轉正手的時候習慣性的手都會稍微往下放了一點 所以往往會影響他出球的時間點 6比6 進攻 又一個插王 好 把那個撤下 這兩個放在球 可惜啦 如果是直接被趙英來擰了一板直線啊 是 其實江洪姐可以考慮發一下 純的 賺不賺的球 然後就發到趙英來的中間噴正手回去讓他板 而第三板 江洪姐就可以用挑的先觸動進攻 而不是先被擰起來 比較容易陷入下風啦 是 這個球趙英來利用球的旋轉 輕輕的走球的側邊 所以 球到江洪姐的檯面上會往左邊再拐一下 江洪姐在對球的時候少了半步 現在 趙英來在連拿五分的情況下 逼出了第三局的局末點 10比6 好球 好球 非常的大檔啊 現在面臨退無可退的危機啊 是 也要拚了 先追回一分 韓國隊很暫停 對 大安隊的總教練劉南葵 也不希望夜長夢多 希望 趙英來能夠在下一分 就把對手給解決掉 10比7還有3分 對 我們不喜歡 所以 我們不喜歡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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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第三局了 小潔雖然在5比5之後呢 曾經一度取得領先 但是接下來又陷入到下風 是 尤其是剛剛那兩個發球拳 其實有點可惜 你趕快 然後 你趕快 走 可以嗎 隨便 就不可能 先回來 你趕快 我趕快 看 跑 沒有 可以嗎 今天中華男子代表隊 除了前天安跟莊志榮之外 另外三位都是來自台南好手 包括吳志祺、江洪傑跟黃盛盛 暫停的時候看到除了莊志榮教練在給主意之外 黃盛盛也在旁邊一直在提醒自己的隊友 是畢竟他們兩個是雙打的老搭檔 反手可惜摩擦不夠了 佔領回來之後趙燕來也取得了第11分 以11比7擊敗的江洪傑拿下了第三局的勝利 因此在第三年的比賽目前趙燕來正式以2比1領先 所以在這裡一開始 聖屬水在海津為代表 讓他準備了一旁 自用箱帶來一旁 讓他快點打開 最後一旁 穩 amigos 才會有什麼印象觀眾盡長得很好 我們現在也發展特別運氣 歡迎回到愛爾打體育台 繼續欣賞 2014 年東京團體世界錦標賽 趙雲來跟姜宏傑在第三點的交手 目前小潔又陷入到一局的落後 來到第四局 要由趙雲來先來發球 白短之後呢 趙雲來先拿到第一分 剛剛趙雲來在回擺的時候 就是走到球的側面 所以把這個球形成了一個反旋轉 所以姜宏傑在處理的時候馬上就出界了 現在我們小潔還是要一顆一顆慢慢打 不能跟著趙雲來的節奏 發球拳現在來到姜宏傑的手上 現在趙雲來因為2比1的領先 氣勢打起來了 而且在跟箱子球的時候 這顆球他直接就已經在正守位等姜宏傑會打過去了 對 所以等於已經對於姜宏傑的球線 已經預測到了 這個時候又補這一槍 又是一個擦王 而且還剛剛好爬過去了 死亡 這就是所謂的死亡 沒有給姜宏傑任何的機會 4比0的開局 好球 突然的一個改變策略 也讓小潔 沒有辦法適時的調整的腳步的位置 好球好球 還是要打出自己的節奏 還是要敢打 好球 好球 2比5 載出1分回來 畢竟比賽還在前半段 還是要主動的先上手 不管是條還是電速半出台都可以 出手點稍微慢了一點 輪到趙燕來發球 還是比較按照趙燕來想要的節奏跟洛琳在打 還是打得有點被動 但是沒關係還有機會 翻手 翻手找到機會還是要加壓 還是要加壓還是要趕發力 如果直線變不過去的話變到中間也好 不要讓趙燕來毫不猶豫的就是正手出手 是 好球 發球的弱點這個變化是出乎趙燕來的預料 這球發的算是非常的成功 追到4比7 第二個發球 投場球 正手的對拉 主動變線啦 轉成完手 漂亮這一球 這一球 這球江湖姐有一點點小小的運氣 拉在球拍的框邊邊 所以改變了球的節奏 球的速度 球的彈跳 追到了5比7 從原本的5分差距 現在變2分差 2分差距 0分差距 所以有點太過於小心啊 但是至少江湯姐還是一直嘗試著在做上手 沒錯 這是一個好的現象 還是敢打還是知道自己主要的戰術是什麼 好球 一個短球讓趙雲來回擊下網 這兩個發球要好好把握一下 對 對 連續兩個插網球 再重放 還是一個 好球 好球 這一局 小姐儘管開局就先入到0比5的落後 但是來到後半段 現在追到只剩一分的差距了 有把握住自己的發球機會 先拿了一分回來 還有一次 可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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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手在閒接反手的時候 沒有擊中 好球 手甩得有點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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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兩分的落後 好球 好球 上一板拉中間的位置是非常漂亮的 對 接下來想攻直線 對 接下來在補板的時候 人還是站在後面 現在趙雲來的賽末點出現了 10比7 擦網之後並沒有留在桌內 也讓趙雲來 最後是拿到的第11分 11比7 第四局的比賽由南韓選手趙雲來獲勝 最後也以3比1 繼遇賽之後又一次的擊敗了我國好手江洪傑 也幫助南韓隊在這場八強戰 現在的點數的部分 2比1暫時領先 他一個人在這場八強戰 好球